Hello 大家好 我是Aphys 今集就是盤點一下 究竟我2022年發生了什麼事 一開始我就會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我的Youtube收益是怎樣的 之後就會講解一下 我2022年在Youtube上有什麼突破 第三部分就會為自己2023年設一些小的目標 最後也是會... 因為其實我在IG也問了一些問題 可能會回答大家的一些問題 在看影片之前 不妨給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跟著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第一時間更新了 2022年一個最不信心的 或者最能夠繼續推動我去繼續做Youtube的一件事 就是在2022年2月28日 我的Youtube終於有1000個人訂閱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究竟怎樣可以有收益 除了有1000個訂閱之外 還要復充一些view數的項目 那時候我就覺得很棒 終於有1000個人訂閱了 我什麼時候可以開收益 最後好像搞收益都搞了差不多大半年左右 你當做到後期 公開後的收益大概就是這樣 而這個價位其實就是 你當是存了6至7個月才有的數 所以你當一個月我收到的收益就是大概200元左右 那你想一下 拍每一條片剪每一條片 起碼minimum的用時就是要5個小時 那這個價錢其實不是一個很划算的價錢 我自己覺得就有就算是這樣的 因為我拍Youtube的時候 其實是真的沒想過會有錢 第二點就想開始說一下自己在Youtube上面的突破 那首先第一點最大的突破就是我邀請到身邊的朋友 去share他在學業上面的一些途徑 在學業上面的一些心得 對於這個朋友不展示樣子 我自己就覺得 因為網絡的世界實在太複雜了 也在之前有人批鬥過我的樣子是很醜的 我覺得我自己不是一個美女 但是又不是屬於真的醜到很醜的 所以我很明白我的朋友不上鏡 或者不出樣不騷養的一些心理 所以我覺得不騷養其實是沒什麼所謂的 不一定是你拍Youtube 你要要求你的朋友要出樣子 也要做一些個人隱私的呵護 所以我在這裡也要反映一下這件事 還有一些突破就是 我成功拍了一條配音片 就是說人生的意義何在 我想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看這條配音片 我真的覺得完全是我的心路歷程 簡直是那條片 有些突破就是 我去做頭髮 竟然可以跟廢律師傾到 就是我想在他剪頭髮的時候 我拍片 正常 以前的我一定不會做這件事 但是 現在我也會想試一下 在不同方面都拍給大家看 去分享一下我的生活 其實我除了Fight Day系列之外 也會有跟著路撤走這個系列 也挺開心的 就是可以去到香港不同的地方 例如去到平州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去到荃灣的壁畫書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可以分享一下 韓文田、宋王台這些地方 究竟有些什麼可以走 這件事其實在前年都已經在做了 還有一個對於我來說是超級大的突破 就是很多人都問我究竟英文是怎樣提升的 那我的頻道就不會特意很著名 究竟英文是如何提升 但是怎樣可以幫到你 學業上面 就是你英文不行的時候 怎樣可以面對這個困難 我只可以說 另外還有一個幾大的突破 就是我想了很久 究竟怎樣可以去跟大家說 我怎樣克服英文 怎樣由最痛苦的階段 去令到自己心想想著的泳志上台 說了三分半鐘的英文 而且是完全沒有任何稿 沒有任何提示的底下 我可以說得出三分半鐘的英文 都在跟大家分享中 而且都在裡面抽了一些字 抽了一些句式去跟大家說 一些英文上面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都是一個自己很大的突破 其實一件事就是很感恩一件事 就是這個頻道其實是 是見證著我由飯碟去到大學的生涯 而為什麼我會去到大學才這麼踴躍的 不停地出片呢 就是因為其實我是 overcome到以前 我才會繼續出片 但是 這個頻道是分享多了我學業上面的一些心態 例如飯碟對比起 HIGH碟的心態不同 HIGH碟對比起的Degree有什麼不同 之餘 其實最令我意想不到的一件事就是 Youtube好像一個雲端一樣 盛載著我由大學不同的生涯 怎樣可以完成一個學業 是每一天起床 你究竟是怎樣可以很頹之餘 又要很有衝勁地去完成你 Fair Year Project 去完成你最後一個Presentation 是記錄到我 就是由一手一腳去記錄到我自己 怎樣畢業 還有我帶父母去走回我大學的校園 我自己也覺得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就是對於我來說是很有意義的 我不知道對於大家的意義在哪裡 但是對於我來說是真的很有意義的 起碼我可以放一條影片上去 日後看起來會很開心 還有換言一笑 還有是一個回憶來的 好啦 然後再說到我2023年的一些小目標 第一個我最大的目標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件事 就是覺得因為自從有語音書入法之後 其實不懂得打字都OK 連拼音都是不懂得打的小朋友 就要留意了 就是出道這個社會 不懂得打字其實是一個弊病 所以在出道工作之後 或者叫做之前 我也有繼續去學促成 但是因為我覺得我找字找得太慢 就直接索性去學倉揭 我現在目前主高紀錄 一分鐘是最高紀錄是可以打到14個字 大家不要笑 但是我真的覺得 倉揭某程度上是有用的 就算打到14個字也好 當客人過來跟我說他的聯絡地址的時候 我是完全完全是整個地址可以打到出來 是壞事 但是真的每一顆字我打到出來那一刻 是挺有成功感的 就是起碼我懂得打字 真的可以幫到自己的工作 所以我應該這一年裡面 我的小小的目標就是 希望我自己在半年裡面 可以一分鐘打到40個字 想出一條關於怎樣去學創結的一條片 如果我之後學有所成的話 之後第二件事就是 因為都繼續在提升自己的英文水平 我一個星期都會迫自己 最少看三條我自己有興趣的英文片 三個小目標要跟自己說 就是我希望在2023年結束之前 我的訂閱數量是 由現在的1.75K 可以去到2.5K 甚至乎是3K 去到1萬就最好了 不過我都沒有這麼大的想法 至於你說拍攝方向那些 跟著老師走是會繼續的 按一些歌曲的Cover 我也是會繼續的 這些都是我覺得 都要堅持我自己想做的一件事 就算沒有什麼人看也好 我都會繼續去做這件事 但是《廢得起》系列 我自己覺得就是 因為是一個人生的主役點 也是一個 教我自己怎樣游好廢 變成怎樣沸騰 所以我會繼續 但是說的方面 就會沒有那麼多關於學業的東西 可能會多了一些心態上的轉變 例如你在職場上做錯事 你怎樣 overcome 當你想問一條問題的時候 究竟應該問 還是應該不問呢 當一些謠言出來 你應該是站在一邊 不要說 還是你聽 還是你應該怎樣呢 當你職場上遲到的時候 究竟是否正常的呢 這些我都是想分享的 但是都還在計劃中 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 回應一下在IG覆了我的這麼多位 有一位就說他想出Pool 我自己其實都幾想出Pool 祝大家一起出Pool 有人說想儲錢去Working holiday 這件事其實我也是很想 祝你早日儲夠錢去Working holiday 然後是一個小目標 就是一個小目標 就是一個月內會出至少兩條片 這也是我未來的一個方向 一個很豐迴路轉 對我來說2002年 都是一個很豐迴路轉的一年 Youtube有1000元 然後有收益 然後去到我大學畢業 去到我做社速半年 都是一個很豐迴路轉 都是一個很豐迴路轉的一年 奇妙的人生經歷和人生事情 亦有很多不同的突破 我都希望2023年的我 會做到更好的自己 亦會分享到更多不同的一面給大家 如果想知道就不妨留言告訴我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就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還有不要忘記要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上個字幕後 善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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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良好